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收拾老好了 我这收拾了五六天都 我天天的 这是我们之前的房间 你看我摆了整整齐齐的 因为之前这里本来有很多货 那我后面把它全部拆掉了 然后就摆了整整齐齐的 对 我也不知道剥啥了 然后最近买了一个屏幕 买了一个屏幕 现在房间就很干净 整整齐齐的 我们看看外面吧 最近还要打游戏吗 最近不是还要打游戏了 因为我现在就每天就想好好工作 好好拍摄 然后把自己时间排满一点 然后还把鞋全部洗掉了 因为这件鞋 我们经常就是 会穿出门 那我就全部都洗了 然后就穿出门 就穿出门 然后不能穿出门 就在家里穿 然后把地板都脱了 重新脱了脱 地板重新脱了脱 对 然后就外面 把地板重新脱了 干净的很 干净干净净的 干净净的 对 然后每天每次干的时候 就洗洗碗 洗洗衣服 刚刚洗的衣服还没亮 嗯 写的衣服没亮 这不干净吗 我收拾了 这个夹不干净 干干净净的 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 每次干就把衣服叠一叠 就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 把以前的东西 叠得整整齐齐的 今天我回来的时候 我家很乱 特乱 又乱 然后就没收拾 就是 咱就是 尽可能做到整结 尽可能做到整结 非常是整结 你看 地板一个干干净净的图 干干净净的 然后这是 娃娃娃送的礼物 然后就 把它全都摆在这儿了 到时候两个人去商量一下 要跟你商量 这是娃娃送的礼物就摆在这儿了 然后就是一毛尖 你还真真齐齐的 每天现在每次干就在这家 收拾点卫生 然后洗 早上起来 然后洗 早上起来 然后就回来直播 直播完之后 就睡觉 每天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生活节奏 对啊 还买了一个桶 然后还重新买了 很多 诶 这买的是袜子 袜子要丢了 这话是时候一支的 因为今天的袜子全部都叠好了 刚刚进进了 诶 这个按摩椅本来也是之前娃娃送的 但是 后面因为到了时候 家里当时要拖地 突然地之后很脏地方 我们就把它拆开了 然后现在装不回去了 包装 包装给阿姨收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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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